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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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就好了 左邊 好 謝謝 謝謝 祝福的話 我希望早生貴子 他寶寶應該會很漂亮 超漂亮超帥啊 而且乃哥已經抱了一個孫子 希望他可以 工作之餘的時候 每天都可以喊一弄孫 就可以弄很多孫 他自從弄孫之後 每天都心情很愉快 越多個 心情就越好 做人進度啊 沒有啦 我就是繼續努力的運動 希望可以在運動這一塊 找到我的另一半 現在看到信仰結婚是蠻羨慕的 對 還在努力尋找中 要不要先開一下條件 可以條件嗎 前輩們要比你壯嗎 要比我壯 要運動比我壯 然後可以陪我一起運動 不管什麼運動至少有一個可以一起就好 你現在太強了 沒有很多男生比我強 只是我還沒遇到 我在努力的 我會好好做一點善事 希望可以趕快遇到他 這個條件有提高了 要比你壯 又要會運動這件事情 就有把條件拉高 真的嗎 謝謝 那亞洲人進度呢 我現在 就是今天還在跟大家聊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現在在創業 然後創業的時候 我現在睡覺睡的時間 大概只有四個小時 我就覺得我如果在生小孩的話 可能會沒有時間好好休息 可是今天聽玉琳跟他們說 沒有那麼容易懷 叫我要就是現在開始不一定要帶保險套 所以你還在避孕喔 對耶 我有點幫忙不過來吧 我有點擔心啊 可是如果需要做一段時間的話 我回去跟我老公商量一下 看是不是 看來帶小孩 先把一些保險套消掉 所以我還在思考 想說要大概哪個時間 而且老師說我可能生龍寶寶或蛇寶寶不錯 然後我就想明 龍是明年嘛 明年或後年 因為我也屬龍啊 我想如果是龍寶寶的話 好像也不錯嘛 龍或蛇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來 還是可以捶肚子 沒有問題 而且我有瘦很多好嗎 差不多 有啦 因為我老公就是為了要減肥先 所以我也在陪他減肥 之前胖蠻多是因為創業加上壓力大 那現在因為他瘦差不多十公斤 然後我就陪他瘦六公斤 那瘦完之後我就跟自己說 我差不多是最後一次這麼瘦了 你太瘦了 就最後一次 那之後就會 對對對 那不要這麼累 老公今天也不要跟你一起來 對不對 老公喔 老公有可能會躲起來 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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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Oh no 謝謝 我們empath sai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